税务局的一个呼叫 基本上还是来自一个手提电话的来电 所以先让大家听听吧 所以这个录音呢 就是它是来自于这个LHDN 然后你还说你有一个还没缴完的一些费用 我相信是那种 他们就是叫你跟所谓的内陆税务局的官员谈一谈 通常税务局都是透过那种办公用的那些LANDLINE 通过WhatsApp等等的都是基本上都是可信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刚才那个录音基本上只是一个开头 就是如果你讲随上当的话还就会按下9 然后就跟那个 呃 所谓的伪装的 呃 都有可能有可能 然后其他犯罪 活动都有可能 所以 这一些都是要 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要淡定了 要确保 你是不是真的是有 钱 这种 税款或者是 呃一些 东西啊 孤里孤途了就给给了一些你们你的 重要的信息给他就好像比如说 银行信息啊 包括你 TAC OTP是不能给的 如果有像当LNA 如果你讲给了他 TAC OTP啊 等等这些重要 信息呢 他就可能 可以透过你的账户 把你的钱呢 转到去 第三方的 银行 当你没骗他就人间人间正发了最好办法就是直接到 他们的办公室出了 冒充者来可能会恐吓人 恐吓你咯 如果是你你真的是接到这种电话 他讲如果你不照着 呃 去做的话 像他所说的这样去做他就会 呃 发一个律师信 哦 会收到啊 来自那个税务局的律师信 然后下场可能被提提供咯 不是当遇到这种恐吓的话 呃 就千万不要 不要谢了 不要怕 所以要小心 我大家 所以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喜欢我的视频请按赞 订阅 分享 频道 谢谢大家